郑老 摘我一定要回家 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个观念 我不是一个什么名人 可是我们时代耕土 我们属相门底 我爸爸给我们很好的教育 他一直告诉我们 不断地告诉我们 我们原来家乡是来自屈服的岳家庄 我这段家里的历史 如死家增 熟悉的不得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父母他们两个都是来自山东的东民 他们很想家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回国去了 所以总是不断地告诉我 要怎么样回家 而且的话呢 我爸爸一直是不断地告诉我跟我弟 说这个浓浓的强调 用这个山东话在讲 这老摘我一定要回家 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个观念 我们山东话听起来有点土 可是我今天站在大家的面前 我很羞